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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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 Energy還記得是什麼吧 我記得 記得喔 我們把一些重要的概念 我們在一起勾付一下 然後Free Energy這邊其實還有蠻多 我們需要琢磨探討的地方 那Free Energy的基本定義還記得嗎 需要回憶 需要唤醒陳月中的記憶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Free Energy其實跟Spontaneity 還有Entropy有很密切的關係 那我們把一些重要的精髓 我們在這邊再幫大家一起勾訴一下 那基本上的話 Spontaneity跟Entropy以及Free Energy 這三個Term其實都是幫我們去了解 宇宙中任何的物理變化、化學反應 它們究竟能不能夠自動發生、自然發生 那如果可以自然發生的時候 Entropy應該怎麼變 先回想一下好了 熱力學第二定律講什麼 什麼的東西趨向最大亂度 對,宇宙的傷 宇宙的傷永遠是 它自發的傾向永遠是趨向最大亂度 還記得Universe包含什麼嗎? System and Surrounding 好,記憶慢慢回來 Universe包含System跟它周遭的Surrounding 那麼熱力學的第二定律講的是 整個宇宙它自發的傾向永遠是趨向於宇宙的亂度趨向最大亂度 永遠都在增加 那這個增加它的微觀的原因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介紹過了 然後跟它的微狀態有關 它的微狀態 微狀態越多的時候 表示它越可能發生 然後發生的機率越大 傅兵的重要概念在這裡 the more ways a particular state can be achieved 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就越可能 the likelihood 或是the probability of finding that state is greater 那所以這個表示方法 記得我們上次最後上課的時候提到誰 你記得 一個人 誰? 郭茲曼 對 對 郭茲曼 對 對對對 他把那個 他這一生最偉大的貢獻 刻在他的木製名上面 等於K等N Omega 這個Omega指的就是微狀態 微狀態 那Delta S 我們說Delta something Delta什麼東西就是那個東西的變化量嘛 變化量的話是不是就是K N Omega 2 Omega 1 對不對 那這個是減的話 那也可以寫成K N 2 除以W Omega 1 所以這一個是Entropy它微觀的定義 好 那 那微觀下我們知道跟微狀態 Entropy跟微狀態有關 但是我們有沒有可能在實際上我們去算微狀態有多少 太好算 太多了太多了 因為我們我們宏觀世界裡面我們在做計量的時候 比如說都是用摩爾啊用聲啊這種單位 我們可以量測的單位 那所以我們怎麼去把微觀定義下的Entropy 跟宏觀我們可以測量到的Entropy 這直接把它連接起來 記不記得我們講過Positional的Probability Positional就是你如果譬如說空間越大的時候 它所可能的微狀態是越多的 記得吧 那所以它就可以跟體積這邊連結起來了 跟體積可以做連結 所以我們也可以從宏觀上面這樣子寫KLNV2V1 或是Positional Microstate 就是它在空間當中 它位置上面可能存在的微狀態 與這個container這個容器它的體積有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把Microstate的比 跟體積的比之間做一個連結 好那這邊我們通常現在講的是指一摩爾 如果有N-More的時候 就前面加一個N嘛 好那所以如果對N-More來講的話 Entropy的改變可以把它寫成 就前面乘上一個N N-R-NV2V1 有沒有感覺好像似乘相似 感覺蠻熟悉的 嗯 跟什麼有關 想一想 我們之前在討論一個可逆反應的時候 記得嗎還記得可逆反應 我們有推導過 對一個可逆反應它的Q 就是它所涉及到的熱量變化 那時候有推導給大家看Q的運行嗎 對N-More的話是N-R-T-LN-C-2-V-1 對不對 好這個是我們之前推導過的 如果印象有點模糊 趕快回去再溯洗一下 好 所以這兩個很像差在哪裡 只差了一個T 對吧 只差了一個T 也就是說Delta-S 你把這兩個連例 這兩個把它evaluate一下的話 Delta-S其實也可以等於什麼 是不是等於這個除上T 就是Delta-S了 好 所以我們得到了這一個 Delta-S又可以等於對一個可逆反應來講 它的Q 它所涉及到的熱量變化 除以溫度 Q能不能就是在我們宏觀世界裡面 能不能夠量測 可以啊 熱量的變化 可以量測 溫度能不能量測 可以 所以你看喔 從這邊的圍觀的定義 這樣子一路這樣過來 我們得到這個entropy change 已經變成是宏觀上 我們可以去量測出來得到的數值了 所以這個變成是一個microscopic 宏觀上面來描述entropy change的一個方式 變成是宏觀上我們對entropy change的描述 變成是宏觀上我們對entropy change的描述 只是表示的方法或者是用的這個符號不一樣 但是其實它們是equal的 是可以畫上等號的 如果不太記得Positional entropy或Positional microstate的話 這邊我們之前有提過 你體積 它這個體積越大的時候 它可能存在的微狀態就會越多 所以跟它的這個 在空間中佔據的體積是有管式等 也就是為什麼這邊我們可以用這個 微狀態跟V是成真比的關係 好那這邊我們再繼續複習 我們之前提到的是熱力學第二定律 它是真以Universe的觀點來看 Universe包含了system跟surrounding 那麼對一個自發反 自發的過程或反應 它的entropy就要大於0 那如果是小於0 然後表示它不是自發 但是它的反方向是自發 那如果是等於0的時候 表示的是它不傾向於往左走 也不傾向於往右走 它是處在一個平衡的狀態 OK 好 這個K是波茲曼常數 這是對一個的時候 小K都是微觀的 但是如果現在是從宏觀的角度 一莫爾的時候就是 這邊是一個嘛 但是對一莫爾是就變成大R 對不對 K跟R之間的關係 這個是波茲曼常數 波茲曼常數 如果對一莫爾的話 KB乘向6乘以10的23次 就會變成大R 就是理想性常數 那麼好這邊 這邊應該漏了一步啦 For一莫爾的話 那麽Delta S 等於R V2 V1 那對N莫爾就是在乘上A 好 這樣明白好 這邊有跳躍性思考 好 好 那我們那時候也提到 對一個過程 它的Delta S Universe 其實最後是有跟什麽有關係 有什麽來決定的 有什麽來決定 通常System的我們都知道嘛 譬如說針對水好了 從液體到氣體 System System本身是大雨林 對不對 往往它一個 從系統來看 它的Entropy Change System的Entropy Change 我們很清楚明白 它到底是大雨林還是小雨林 像這個很清楚它是大雨林 段度變大 從液態到氣態嘛 它的Positional Entropy 或是說Positional的Microstate變多 所以它一定是大雨林 那麽最終決定它是一個自發過程 或是非自發過程的 還要從它Surrounding 是大雨林還是小雨林來判斷 那麽Surrounding的大雨林跟小雨林 又跟什麽有關係 跟溫度有關 跟溫度有關 所以就是變成Surrounding跟System 這兩個Term之間 要互相去PK 或是兩個加起來一起考慮 你才能夠決定最後 這個Universe的Entropy Change 是大雨林還是小雨林 譬如說液態水變成氣態水 它到底是自發還是非自發 如果在譬如說10度C的時候 那可能是非自發 但是譬如說在110度C的時候 是自發的反應 所以跟溫度是有關係的 那這邊我們也提到了 Surrounding它的Entropy Change 爲什麽是跟這個有關係 一來它跟熱流動 就是有多少熱到Surrounding這邊有關係 一來也跟它的感受程度有關係 像我們那時候舉例了 你給一個億萬富翁10塊錢 跟給一個乞丐10塊錢 他們感受的程度 或是對他們原來的亂渡的影響 程度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物理意義這邊 比如說你給一個乞丐好了 他的資產可能本來只有一塊錢 你給他10塊錢 他的財產馬上瞬間增加了10倍 他對他的生活起了非常大的震撼 亂渡非常增加非常多 但是對一個億萬富翁 你給他10塊錢的話 沒有感覺對不對 那可能只是景象天花而已 所以跟溫度有關 他這個Surrounding 跟他的溫度 那麼從Universe 他的Entropy Change 我們後來又提到了 他有一個另外一種變形 也就是引入了新的Term Free Energy 自由能 自由能他的定義 記得嗎? 從這邊引入了一個叫自由能的 ΔG等於ΔH-TΔS 我們通常在描述熱力學的一個參數 通常是描述他的電話量比較常用 因為通常他的絕對值是不太好量測的 但是他電話量是可以量測出來的 這個叫吉布斯自由能 那麼他跟Entropy之間的關係呢? 其實是從這個來的一樣 源頭都是像這邊 那麼Surrounding 剛剛我們有說了給他的定義是 -ΔH出T 所以帶進來的話 你這個帶成這個-T分之ΔH帶進來 然後再稍微做一下一項整理 比如說把T左右兩邊各乘以T 就變成這個項 那麼這邊的這個項 等於ΔH-TΔS 這邊這個時候我們給了他一個新的定義 就是-TΔS universe 我們把他給他一個新的名字叫做ΔG 也就是說ΔG 它其實是-TΔS的Universe Universe 那所以我們對一個現象 它的自發過程 我們就理所當然也可以用ΔG來描述了 ΔG 如果對一個自發過程 我們剛剛說的Universe 它的Entropy Change一定是大於0 一定是增加 那麼以ΔG的角度來描述的話呢? 就變成它一定要小於0 它才能自發 如果ΔG是大於0的時候 它就不是自發 如果等於0表示它正在平衡狀態 記得 那這個都跟 跟上面這個ΔG是等於負 負什麼? 上面這張嗎?這裡 負TΔS的Universe 這個啊 你ΔG 你把這個移過去 或者是ΔS的移過來 這兩個之間的關係 要搞清楚 好 所以這個是怎麼去判斷 從ΔG還有ΔH還有T 去判斷一個過程是不是自發 好 那一個過程 我們所謂的過程或現象 它可能是物理的變化 物理上的變化 比如說它升溫 升溫是一個物理變化嘛 也有可能發生像變化 比如說從液態到氣態 氣態到不同的狀態之間的轉換 也有可能是化學反應 好 對吧 反正一個變化 它不是物理變化 就是化學變化嘛 那通常我們比較常見的物理變化 包含了溫度的增加 溫度的變化啦 或者是包含它的狀態的變化啦 那另外一種就是化學的變化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討論 當發生物理變化的時候 它的entropy change 或是它的ΔG怎麼變 還有呢 當一個化學反應發生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考慮它的free energy 它的藍區的變化 好 我們先來看entropy change 如果它是一個物理上的變化的話 它的entropy change跟什麼有關 通常一個物理變化 它可能不同溫度的時候 因為通常它會伴隨熱量上的變化 對不對 一個物理變化它也會伴隨熱量變化 那熱量變化通常 它implied的就是它的溫度上也發生了改變 對吧 那所以我們從剛剛這邊推演出來的 宏觀上entropy的定義開始 好 那如果現在它的變化是很小 變化很小我們可以用微分的形式來表示 如果它的這個delta是很小的每一個step 變化很小的話就是只有bps 那麼如果在每一個小步 每一步都很小 那它的變化的範圍 我們要怎麼去算它的entropy change 再積分 微分了之後 然後積分就可以看它的群範圍 那因為它我剛剛說的 它可能涉及到溫度的變化 所以我們假設它從t1到t2 好 好 那如果說現在是在一個定壓的條件下 定壓的條件下的話 Q跟哪一個heat capacity有關 並壓就是CP嘛對不對CP 好 然後如果現在是對m ore的物質來說的話 好 那麼dq 熱量變化其實就是它的cp 就是在定壓下的熱容量 然後乘上它的溫度變化 好 那因為現在是微小的變化 所以是d 用d 所以這邊用dt 切變成一個n 這個是在第九章的地方我們提到的 p capacity 這邊 好 那所以這邊現在dq 在對這個可逆反應這個 這個turn 可以用這個來代替 所以呢你再把它代換一下 所以呢你再把它代換一下 n是一個常數 cp也是一個常數 所以可以t出來 是不是可以變成這樣 就是這一個 是不是可以變成這個 可以齁 好 那 那這個t分之1的底p 積分變成什麼 lun 好 那麼它因為是從t1到t2嘛 所以變成是t1t2 所以這邊我們就得到了 對一個物理變化 它如果涉及到溫度的變化 從t1到t2的時候 而且它發生是在一個定壓環境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很簡單的用這個式子來描述 那好處是什麼 你看喔它是不是很簡潔 你只要知道這個物質它的容量 在定壓下的cp值的話 你只需要去量測它溫度的變化t1t2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過程 所涉及到的entropy change 你完全不需要知道 到底有多少個微狀態 你直接從宏觀上 我們拿個溫度計 你就可以去得到entropy change 好 很神奇吧 好 那當然不同的物質 譬如說不同的氣體分子 它的cp值一定不一樣 好 所以得到entropy change會不一樣 那麼一樣喔 如果現在是 在一個定容的環境下的話 它cp就換成cv就好了 OK 就看那個條件 它所在的條件是一個定壓的環境 或是定容的環境 好 剛剛這個情況是 當這個溫度 這個物理變化涉及到溫度改變的時候 那物理變化也可以譬如說 像變化 它是不是也是物理變化 沒有涉及到那個化學變化嘛 所以face change 也是物理變化 那剛剛我們這邊看到的是 溫度變化的時候 你去算它的entropy change 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是face change的時候 像變化的時候 像變化在發生的時候 溫度會不會變 不會變嘛 對不對 像變化正在發生的那個溫度的時候 溫度沒有改變 但是有沒有涉及到熱量的變化 有 對不對 你需要給它淺熱 去破壞它原來的分子間作用力 或者改變它原來的分子間作用力 比如說液態到氣態 你要把它的這個分子間作用力拉開 它才能夠變成氣態 那既然涉及到熱量的變化 我們怎麼去描述 剛剛擦掉了齁 剛剛不是說了嗎 在宏觀下DeltaS它的定義 是不是這個 對不對 好 那通常在像變化 像變化的那個溫度的時候 它是不是可不可以試作是一個可逆反應 可以嗎 可以 那麼所涉及到的熱量變化 其實就是它發生像變化的那個淺熱 所以這個又可以等於 比如說vaparization 或者是從固態到液態 固態到液態的那個熱量 好 也就是 phase change 它所涉及到的 entropy change 然後是 所以這個一樣是很簡潔 对一个正在发生相变化的物理过程 它的entropy change 你只要知道它的所在的温度 所处的温度那也很简单 你温度量一下就有温度了 然后它的entropy change 这个也是可以量测的嘛 从卡记做实验就可以测出来了 对不对 delta h其实是宏观上可以量测的值 所以这两个也都是宏观上 我们实验就可以得到的 求到的 所以它的entropy change也很容易测得 那么所以对于一个化学 对于一个物理的过程 一个现象的话 不管是温度变化 或者是它的状态变化 我们都可以很容易就从宏观 可以量测实验量测到的数值 去求出它的entropy change 好那这两个课本上有一个例题 十字三吗 十字三 来我们看一下课本 这边有一个蛮好的例题 在第四感三十页看一下 好先去看十字三 是显客的这样一道的好了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十字次的地方 十字次吗 entropy and physical changes 跟物理变化 好那物理变化 比如说温度在改变的时候的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entropy 那就是我刚刚黑板上 带着大家推导过的 它最后的结果就是 标黄色的这个许子 那看到四百三十页 那另外一个它标黄色的就是 在定型种的时候 我们就把Cp坏整Cd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个物理变化就是 我们现在这边课到这个相变化 如果是changes of state entropy change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of state 那么entropy change就可以等于这个 好这我们看样力题的十字三 还有一位的changes in entropy that occurs when a sample containing two moors of water is heated from 50 Celsius degree to 150 Celsius degree at 180 m pressure 好就是在一大气压的时候 好要我们去计算两 moor的水 它如果被加热从50度C加热到150度C的时候 它所涉及到的entropy change 那给你的一些条件 比如说moor heat capacities CP它在对液态水的跟气态水的 它的那个分别是75.3交耳每 moor每飘的 以及36.4交耳每 moor每飘的 那它的entropy of vaporization for water 它的那个蒸发月的话是40.7Q per moor 在100度C的时候 好那怎么去算 怎么去算 你先来分析一下 现在要去算这两 moor的水 从50度C加热到150度C所涉及到的entropy change 那你能不能把这个现象分成几个步骤 比如说50度C先加热 加热到100 好到100的时候它会发生相变化 但是100相变化之后 它还会再继续加热 从100到150 OK 所以这整个步骤 你可以把这两 moor的水 冲 那50到100 50度C 那你可以分成第一步 到100度C 好那这个时候都还是液态水 好然后接下来到了100度之后 它可能温度不会一下马上上升 它要你要给它显热 它现在接下来进行的是下变化的工作 所以变成是在100度C的时候 液态的水变成气态的水 好然后第三步 再来从100度C的水蒸气变到150度C的水蒸气 好所以被拆解成这三步 那我们分别去算这三步所涉及到的entropy change 如果这个叫delta s1 这个叫delta s2 然后这部叫做delta s3的话 那么它所有的每一步所涉及的entropy 加起来就是它整个这个过程的entropy change 所以这加起来就是等于delta s 那么现在你要做的工作 就是去分别去算 这是每一步所涉及到的entropy change 好那你来看一下这个delta s1 我们要怎么去算出来 现在是在定压还是定容 定压下定压下1atm 那所以delta s 他现在涉及到十温度变化 他用来的用这个 就是N cp t2 t1 这个来这个选 那cp有没有给你 有啊 好N是用200吗 对不对 然后cp是多少 要选对是liquid的那一个 多少 75.3 对不对 然后ln t2 t1 t2你知道吗 t1也知道吗 但是另外特别要注意 我们在算热力学的所有计算的时候 t要用的都是k 要用的是绝对温度 所以你要把celsus 设置换成绝对温度 所以有点问题吗 好 t度是100度C 373 对不对 然后50度C 然后23 就这样算出来就是了 OK那第二步呢 他是在做气化 像变化 像变化温度没变 能不能用这个 不行 像变化的时候 又能要用这个 好 所以 计划2多少 这边有 40.7 那你用换成那个 那个什么 celsus 他现在给的是kj 对不对 他你换成这样 对 对 好 所以就是4.0 4.07成10的次呢 然后除掉他所在的温度 再记载 然后DeltaS3呢 那一样他又开始 他又开始温度变化了 那你就用再带这个 那这个CP要用什么 特别注意他现在是气态 所以他的你要带进去的CP值是针对 气态的水的那个CP 所以这边就呈上CP是36.4 然后T2现在是150度C 对不对 这边是O3 除以33 所以这三个步骤 分别算出来之后 通往错 算出来之后加重起来 就是整个过程所设计到的 entropy change 好 我们看一下课本 好 所以他也是好他带着你们看 先可以把它拆解成三个步骤 一个是液态加热从10到100 再来是状态变化从液态到气态 再来是气态气体的加热 好 所以第一步他这边 我们就不按 算出了 你回去按一下计算机 他算出来是21.7 好 然后呢 第二步算出来是1.09 乘以10的二次方 好 然后等下但是他现在 你还要注意一下 他现在是两末了 所以先看他是乘以2 都乘以2 两末了 所以是2.18乘以10的二次方 好 再来第三步的话 得到的是9.16 这边你再等他会乘以2 好 所以这边是21.7 然后这边是 2.18 就是2.18 9.18 然后再来这边 9.16 好 然后整个加起来 21.7加上21.8加上9.16 你多少 22.49 好 然后当然他的那个单位你记得写 好 那你来分析一下算完以致就算完 你来以致可以再分析一下 所以这一个过程当中最重要 它的contribution最大的寸 是在哪一個過程發生的 是在像變化的這個過程 微度變化它的大小 你們看一下其實不是很大 21.7還有9.16 但是呢 contribution最大的是在這一個像變化的時候 它所涉及到的亂度變化最大 你看到 這一步影響最劇烈 你想一下為什麼 它整個狀態改變 所以對整個體系來講 它的變化是最大的 它的本質是在這一步發生變化的 前面這一步的話只是加熱 溫度當然變了 但是它畢竟還是液體的 那這一步也是 這一步它當然也有涉及到 entropy的change 但是也都是在同一種本質上發生的改變 都還是氣體 那當這一步的時候 它是整個等質 它的狀態發生的改變 從液體變化變到氣體去了 所以你可以想見對這個體系來講的話 在這邊這一步發生的本質上的改變 它所涉及到的亂度變化是最大的 可以理解嗎 那這邊是溫和加溫 那這邊也是溫和變化 但是都是同種本質上發生的改變 這樣變化是最大的 其實是最大的變化 這個問題很重要 它幫助你對一個物理變化 它發生的時候所設置到每一步 你要去拆解它 它每一步它所設置到的那種的減少 它怎麼去做計算 那我們從微觀上的變異 幫大家聯繫到了同觀上 我們怎麼能夠怎麼如何去 從同觀上去進行量測 然後去求出來 所以這個我們來看一下課程 十日四就是物理變化 我們再回過來十日三這邊 十日三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 微觀上entropy的變異 那你也可以看到426頁 這個這位就是佛茲曼 你可以看到它的那個 腰像頭像的上方就刻了它 這個這個 圍觀的變異 然後427頁 它這邊是用這個 我們有這個不同的符號 但是表示的其實都是 都是它的 因為狀態的序幕 然後接下來這邊的 課程上的敘述就是在描述 體積跟微狀態樹木之間的關係 它的positional entropy 跟微狀態之間的關係 這個我剛剛有提過了 所以這是在427頁的內容 再來428頁這邊 再繼續翻過來 所以因為它前面的這些敘述 你的體積的膨脹大小 跟它的微狀態樹木有關 所以它這個微狀態的比例 其實就是體積的比例 然後這邊我們把它連結到 那個 同觀的定義去了 那再來到429頁這邊 從同觀上面的entropy change 跟我們之前提到 對一個可逆反應 它所設計到熱量變化 這兩個互相連結起來 我們就得到entropy change 它是在對一個可逆反應 它所設計到Q 屬於溫度 就是429頁 一到我的十字三個部分 好 然後十字一 這個我們之前已經講過的話 你如果還沒有複習好的話 回去趕快看一下 從十字一 十字一只是在描述一個現象的字 一個字方的現象跟這個關係 然後十字二是我們上次已經提過的 一個對一個理想氣體 它在等溫下的時候 它的膨脹壓縮的過程 所涉及到的熱量的變化 還有它的弓 你可以看這些描述 它最後整理成一個表 就是在425頁這邊有一個黑弓 從這邊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只有對一個可逆反應的時候 它的弓跟著是無限多負的時候 無限多負才是可以的 它的弓跟著的大小是一樣的 很好想法 那其他的話都會有差的 好 所以回去趕快把十字一到十字四 然後十字五這邊我們也提了 十字五就是對月曆學的第二定義 看一下十字五 然後十字六是溫度的 溫度對一個自發性的影響 所以十字六這邊很容易的這樣講完了 十字六 再來十字七是提到free energy 那跟十字六之間這個關係 我們剛剛也幫大家再次複習過了 universe跟the attribute change 跟free energy之間的關係 所以十字一到七這邊我們都講完了 好 那還有一個部分也是一個重點的部分 我們剛剛就說嘛 一個過程它可以是物理變化 可以是化學變化 那我們剛剛這邊講的是物理變化 所以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化學變化它所涉及到的entropy change 還有它的free energy change 那這個是接下來我們要講的 那這個部分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的單元